高雄鳳山紫牆夜市里 有间浓浓京都风味的抹茶店 毕业于文藻外语学院 传播艺术系的七年级生刘成毅 从小学习书法与日文 他到日本拜师学艺 将他自己写的书法表框 送给了获得全日本品茶师大奖的 第十六代抹茶传人 他感动了老师傅 也传承了正宗日本语制抹茶 将茶道精神带回台湾 从产品设定 成本控制到室内装潢 他都一手包办 因为本身可能跟我生活环境有关系吧 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从事传播业 我觉得如果可以把兴趣 跟我的生活背景 还有我所学的可以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一定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对啊像我在求学阶段 其实我对书法有很浓厚的兴趣 加上我对广告美学这一块设计 也蛮 本身还蛮喜欢美学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把美学跟我 在大学期间 我寒暑假都会去日本留学 我本身也很喜欢日本的文化 对啊 可以把这些我所有都喜欢的事情 把它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说 不枉此生的 对 对啊 我午餐 查到他這一塊 他的精神就是一騎一會 一騎一會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遇到這一個人 一生只會遇到他一次 我們要把這一次 就是把所有的 把所有的精神都灌輸在這一次裡面 去對待他 去就像我們抹茶 就是去一生只會為他泡一次茶的精神 台灣的抹茶喔 嗯 這個怎麼講 台灣的抹茶我喝過 可能都不是我喜歡的那種型態的抹茶 我覺得真正要喝到正統的東西 勢必是一定要去 如果下抹茶的話 勢必一定是要去當地去浸他們的這個原物料 他東西才一定是純正 因為其實很多 藉由很多手的商業行為之後 我們喝到的東西 不一定是我們真正想要喝到的東西 相對的我們要給消費者的東西 也不是我們要給消費者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想要給消費者的東西 我們也是抱持著一起一會的態度 對 就是我們一生只會遇到他一次 我們每一杯抹茶 泡的就是要泡最好的喝的給他喝 對 這就是我們這間店的精神 因為喜愛日本文化 他也將日本神社特有的助聯神 還有許願林空運來台 希望他的客人們都能夠心想事成 這個叫做西梅南瓦 西梅南瓦的意思就是助聯神 他們是用那個草去編織而成的 那我們首先我們會先去搖 這個鈴鐺的聲音 它可以招來就是很多神明啊 它也可以代表神聖啊 開運啊 迎新納福的那個意思 對 那我們搖完頂之後 我們會先拍一下 我們就是誠心誠意的 要去這個心態要去禱告這樣 那再拍一下的話 他們他們有寫就是我們要禱告生命 我們要祈求什麼東西 對 我們就可以就是祈求 可能我們這個助聯神 是從日本祈求回來的 它可以保佑我們的戀愛啊 事業還有那個健康 對 就是 當你就是覺得說 你心理上需要有個寄託 我們就可以來咬一下助聯神哦 小小一間店 除了正宗宇治抹茶 還有香醇的日式烘焙茶 紅茶還有宇治金石 每一杯茶 都是出自於劉承毅的用心 有人說 青年即生是無法吃苦耐勞的草莓族 但是劉承毅自己拍攝商品 自己設計文宣 結合網路行銷 用新一代的思維 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秉持著 對於茶道的堅持 還有自己的理想 他要用最天然 最健康的抹茶 感動客人的心 謝謝大家